劉队 我在翠莉面前试探性打探过了 虽然她没答复 但 我和肖时钦来的话 你的副队位置 说不定也够 劉队 劉队 我什么资历啊 佳氏现在 谁不是我的人 肖时钦 一个雷霆来的土包贼 也敢跟我抢副队的位置 不过话说回来 她还算有点实力 现在战队成绩这么差 要不是肖时钦要讲 我都想走了 咱们一会儿 去会会那个肖时钦 都坐下吧 俱乐部有件事要通知你 肖时钦要来吧 你们两个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被交换到了雷霆战队 这三天呢 收拾东西 七月一日周一 就可以离开了 你这是过河拆桥 俱乐部利用完我了 就想甩了我 俱乐部怎么利用你 我 没有我 你们能挤走叶秋 我要去找媒体曝光 不 不行 那时俱乐部肯定是口腹 我不就成了背黑锅的吗 我要说我不去呢 这可是交换转会 要想强行取消敲意 你是想毁约 还是说 你也想推一推 姐姐说 姐姐说 快点快点 媒体都快来了 再收一点 要走了 感谢两位 对俱乐部的贡献 我 没事 那个 怎么搞的 怎么这么不小心 他们以为让我走侧门 我就没办法 小心 小心 可以 可以 不要小心 算了 没算办法 你算 我可不能算 快看这边啊 我们的家事副队长在这儿啊 现在里登 请继续交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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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鹤 还是被粉丝看到 早 怎么知道还不如早还行不行啊 你也挺早 这不是俱乐部有要紧事吗 想多睡会儿都不行 烦死了 怎么比不了你现在这么悠险 消失金转会和你也有关系啊 怎么会没关系呢 我身为家事的副队长 很欢迎这些高水平的选手加入家事 你呢 走背运 我不觉得 我觉得你正在交好运 你说什么 如果你留在家事 下赛季都别想要职业比赛 家事这赛季想通过挑战赛复活 但是很遗憾 这个名额 是我 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啊 那我倒想看看 你们到底谁会出去 如果来个同归于尽什么吧 就更有看头了 那恐怕会让你失望了 再会 你不是 那个谁 谁啊 那 这 这 那 那谁 啊 对了 刘高 老魏你就别烦他了 他还有赶酒路车呢 车来了 赶去吧 还有我说老魏 人家那字念浩 别说你认识 包图 快离他这边去 是 老大 说浩吗 居 居然不是够 我们 走吧 坐什么九路公交车 我们交车 这架势啊 果然大牌 行了 别管他们了 我们还有事啊 新州的BOSS站要来 江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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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接下来继续为您报道 其他战队的人员变动 请大家持续关注 一帆 对不起 我什么也做不了 英杰 虽然我不在维草之后的规划里 但我自己也还是有计划的 我准备先去一个网吧看看 网吧 一帆 你果然还是要放弃 不是的 就是去个地方 继续训练 提高自己 可是 放心 不会回来的 只不过 到时 我们恐怕不会是队友了 没关系 我们总还是朋友嘛 说得对 从今天起 萧石器将作为家事的副队长 与我们一起共同进退 富货赛 大家一起加油 好 好 沐城 今天怎么和周泽凯似的 你们都是黄金一带的老熟人了 以后都关照关照 哦 好 这就是豪门战队的氛围吗 小世青 孙祥 一会儿带你们去个地方 其他人 大会 去哪儿 赶紧 赶紧 老板娘 有人找 谁啊 让他们上来 这是你们的训练室吗 弄得不错呀 那下不是 叶秋前辈 是小萧来了 萧之心啊 我说呢 看着点眼熟 您是 在下卫琛 南宇战队的前大将 没错 是我 卫琛 我可没听说过 那是谁啊 废话 你当然不知道了 那时候你还玩泥巴呢 你说谁 原来是卫琛队长 吃镜了 我们以前 应该是见过你 你谁啊 侯轩 哦 家事老板 这个 不错 家事什么时候解散啊 为什么要解散啊 都出局了还不解散 小萧是吧 我看你这人还挺不错的 他怎么这么没脑呢 家事都有成物 你跳上了之前世界末日来的不够快是吧 老爷 要是挑战赛里碰到家事 我可不会手上留情 那至少家事碰得到我才行 这话我怎么听着 应该像是我送给你 怎么对 你们到底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 就是带我们的正副队长 来拜承一下他们的前辈 看看有没有什么 可以指教的地方 指教 切磋一下 谁先来 不是一起上吗 我 切磋就不用了吧 以后比赛里总会见的 这次来 主要还是和前辈打个招呼 老板娘 又有人找了 又是谁啊 他说他叫乔一帆 一帆一讲来了 三位 喝水吗 走 跟你去看看 前辈 小葵 不错嘛 很有礼貌啊 这位也算是你的前辈了 贵琛 听说过没有 前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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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子 韩阎柔 嗨 你在游戏里都认识啊 嗯 最后这位 就是我们的老板 陈果 来啦 住处都安排好了 晚点儿老妹和包子 带你一起过去 嫁给我啊 哎 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 哦 哦 哎 肖石青前辈 孙祥前辈 嗯 嗯 孙祥 真的是孙祥 肖石青 孙祥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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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掉 眼镜坏了还好 人不会坏掉吧 呵呵呵呵 我就知道 你会有大出息的 还不去对面 家事叫保安呢 催眉 快点叫人过来帮忙 别急啊 再星星 再星星